欢迎大家收看中国股市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央行暂不使用政策性贷款工具 隐居的善创始人SkySoo准备通过IPO进入公众视野 重组还是清算 中国恒大面临最后期限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敦促研究人员与中国合作获取月球样本 绕过美国禁令 从7月开始 香港将取消台风期间的股市闭市 请大家收看 中国央行暂不使用政策性贷款工具 彭博社 中国人民银行TBOC在11月没有向政策性银行注入低成本资金 尽管预计它会这样做以支持经济 截至11月底 TBOC的政策性补充贷款PSL计划对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没有发生变化 PSL计划被视为支持房地产行业和稳定增长的重要工具 但它也可能增加房价下行压力 过去政策性银行曾利用PSL资金帮助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拆除旧房屋 并为业主提供现金补偿以购买新公寓 隐居的Shyne创始人Shyne准备通过IPO进入公众视野 金融时报 中国快时尚公司Shyne计划明年上市 其神秘的亿万富翁创始人Shyne准备将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 Shyne是一个极其私密的人 从未接受过媒体采访 也没有在公司网站上发布过信息或出现在照片中 据报道 人工们开玩笑说他们在办公室里认不出它 Shyne最近将自己的英文名从Chris代为Shyne 这引起了员工和投资者的困惑 保持沉默的策略在最近中国和美国对中国大亨的审查中得到了证明 Shyne的收入近年来飙升 2022年达到227亿美元 超过了Zor 并在2022年上半年创造了147亿美元的收入 该公司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机密文件 预计其IPO将成为过去十年中最大的美国上市公司之一 重组还是清算 中国恒大面临最后期限 金融时报 持有亿万美元恒大债券的国际投资者可能面临周一的法庭听证会 该听证会可能导致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恒大被清算 香港高等法院的这次听证会是由离岸投资者TopShyne Global提起的一起清盘诉讼的结果 该诉讼指控恒大未能履行8.63亿港元1.1亿美元的债券 如果法院下令清盘恒大 债券持有人可能面临巨额损失 恒大的美元债券目前交易价格极低 其中一笔于2025年到期的债券已经违约 交易价格不到面值的2美分 清算过程可能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 债券持有人面临可能无法收回任何资金的可能性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敦促研究人员与中国合作获取月球样本 绕过美国禁令 南华早报 美国宇航局获准研究中国的月球样本 这标志着两国航天机构首次合作 尽管美国法律以前禁止美国宇航局与中国国家航天局CNSA合作 但美国宇航局周三的一封内部电子邮件表示 它已经向国会证明了其意图 允许美国宇航局资助的研究人员申请访问中国嫦娥5号任务 在2020年收集的月球样本 禁止两国航天机构合作的法律及沃尔夫修正案 于2011年由美国国会通过 然而该电子邮件澄清 对申请的批准是一个特例 而与中国在美国宇航局资助的项目上的双边活动的正常禁令仍然有效 中国的样本来自一个尚未被美国宇航局采样的月球区域 预计将为地球和月球系统的地质历史提供宝贵的见解 并帮助美国宇航局规划未来的月球探索 从7月开始 香港将取消台风期间的股市闭市 彭博社 香港交易所清算有限公司HKEX已公布计划 在恶劣天气条件下保持本地交易所开放 终止根据天气警告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而暂停交易的复杂安排 此举是官员们试图恢复这个总值4.7万亿美元的交易所的 交易量 该交易所是全球第四大交易所 外国投资者持续抛售 导致其标准土耳香港恒生指数连续第四年亏损 习近平在拜登解冻后采取一系列小步骤开放中国 彭博社 中国正在采取措施 恢复外国投资者对该国的信心 此前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乔拜登上个月举行了会晤 北京已批准了一项长期拖延的万事打卡合资企业和博通与VMware的合并 此外 中国还宣布对六个国家实行免签政策 这些举措是因为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首次自1998年以来出现负增长 促使政府采取行动防止进一步资本外流 然而 对政策摇摆 贸易调查和国家安全的担忧仍然存在 隧道视野 中国新疆公路穿越山脉 增进了联系 南华早报 中国正在建设世界上最长的公路隧道 天山胜利隧道 全长22.1公里 将使穿越天山山脉的旅行时间缩短至近20分钟 该隧道将成为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中亚之间的重要交通纽带 促进新疆县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和贸易 新的隧道将为两个地区之间的交流 开辟新的路径 这对于外贸来说越来越重要 中国工厂活动在11月意外扩张 达到三个月来的最高水平 南华早报 中国的工厂活动在11月意外扩张 财新 市场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上升至50.7 超过了分析师预测的49.8 这标志着三个月来最快的扩张 对于一直在努力恢复的制造业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然而 平软的外部需求继续对制造商产生压力 11月新出口指数为49 尽管如此 企业对于国内外更大的客户需求 将支持未来的增长持有希望 投资承诺免迁入境 11月中国经济的七个亮点 南华早报 习近平主席在与美国总统乔拜登会晤后 承诺拆除对外国投资在中国的障碍 这是在外国企业继续缩减在中国的投资 并对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审查日益增加的担忧之际 与此同时 李强总理在兼任中央金融委员会主席时承诺加强金融监管 中国的出口在10月连续第6个月下降 而进口增长 该国还宣布计划向来自几个欧洲国家和马来西亚的旅行者提供免签入境 中国人寿和NCI合作成立70亿美元的股票投资基金 日经亚洲 中国人寿保险和新华人寿保险计划设立一个500亿元人民币和70亿美元的私募基金 用于投资公开交易的股票 此举是响应北京要求保险资金帮助稳定市场的呼吁 该基金将投资经营良好财务稳定的上市公司并遵循市场原则 摩根大通和汇丰银行预计中国股市将面临漫长的冬天 南华早报 根据分析师和资金经理的说法 由于持续的房地产危机威胁到经济复苏 中国股市在不久的将来可能面临困难时期 在缺乏强大催化剂的情况下 市场预计将保持波动性和区间震荡 使得长期投资者不愿回归 尽管北京最近提供了政策支持 但分析师表示短期内不太可能出现复苏 NCI中国指数今年已经下跌了11.7% 并且将迎来连续第三年的下滑 这是20多年来最长的连续下跌期 交易员缺乏信心 中国股市笼罩着不安的平静 彭博社 投资者在购买或出售中国股票方面 表现出缺乏紧迫感 导致市场波动较为平静 NCI中国指数在11月份达到了低点 市场波动很小 这种缺乏活动表明 尽管官方提供了政策支持 投资者并没有急于对中国股票持乐观态度 全球主动管理的共同基金对中国股票的敞口 处于10年来的最低水平 道琼斯指数创下今年最高收盘记录 华尔街日报 美国股市经历了一年多来最好的一个月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达到了2023年的最高点 与此同时 债券录得了多年来最大的阅读收益 商务部数据显示 美国人的消费放缓 通胀继续缓解 这导致人们预计美联储不会进一步加息 道琼斯指数上涨了1.5%或520点 创下了自2022年10日以来的最佳月份 而标普500指数上涨了0.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0.2% 阿里巴巴的关键部门在IPO计划搁置后面临困境 日经亚洲 阿里巴巴集团取消其云计算部门分拆的决定 被归因于美国出口管制对先进芯片采购的不确定性 然而 投资者一直在质疑这是否是该举措的真正原因 阿里巴巴最初宣布将集团分为6个业务集团 并计划对其中一些进行上市 包括云计算部门 但后来改变了主意 该公司的股价在取消分拆的消息后跌至今年最低点 尽管阿里巴巴将出口管制收紧作为原因 但怀疑者认为时间不符合逻辑 中国的云计算市场在2022年同比增长了40.9% 而同期阿里巴巴云的收入却出现了收缩 在分拆被放弃后 阿里巴巴云对其云计算部门进行了全面改革 包括创建了一个专门的公共云业务部门和一个混合云业务部门 中国可以应对其房地产市场的困境 日经亚洲 根据新加坡东盟加三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的高级金融专家 黄祥林和经济学家科技的观点 中国需要稳定其房地产行业 以防止金融问题蔓延到经济的关键部门 并影响其他国家 房地产行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30% 40%的银行贷款发放给开发商和购房者 中国许多大型开发商已经扩展到房地产行业以外的其他行业 增加了一出风险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观察人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来自中国的新闻 让我们来进行简要总结和深入分析 首先是中国央行的政策性贷款工具问题 虽然预计中国央行会注入低成本资金以支持经济 但在11月却没有向政策性银行注入资金 这可能是为了避免进一步加剧房价下行的压力 政策性贷款工具过去被用于支持房地产行业和稳定经济增长 但也存在房价上涨的风险 因此央行的这一决定可能是为了平衡这些风险 接下来是中国快市上公司Shyan的创始人 Sky Su计划明年上市的消息 这位神秘的创始人一直非常低调 很少公开露面 这次上市将使它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 Shyan的收入在过去几年飙升 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快市上公司之一 这次上市有望成为过去十年中最大的美国上市公司之一 我们还关注到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面临最后期限的问题 如果恒大被清算 持有其债券的国际投资者可能面临巨额损失 这可能会对市场产生一定的冲击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个问题的进展 此外 美国宇航局与中国国家航天局首次合作 获准研究中国的月球样本 这是两国航天机构的重要合作 但仍受到美国禁令的限制 这一合作有助于推动未来的月球探索 并为地球和月球系统的地质历史提供宝贵的见解 香港将取消台风期间的股市壁市 这是为了恢复香港交易所的交易量 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这对于香港作为全球第四大交易所的发展非常重要 最后 中国正在采取措施开放经济 恢复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 这一举措是为了防止资本外流 但仍然存在一些担忧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总结和深入分析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提出自己的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多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